被亲生父母接回来当天 贾千金故意出了车祸 他躺在病床上 腿上打着石膏 哭得梨花淡雨 妈妈 我愿意给姐姐当保姆 永远照顾姐姐 求你们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想和姐姐好好相处 可我现在是废人了 妈妈 我好害怕 因为她的害怕 妈妈勒令我照顾她 美其名曰 培养感情 我微笑着掏出笔记本 好的 护工费一天二十万 只要钱到位 我叫她姐姐都行 一 我回家这天下了雨 车子从驶进A市开始 司机就叙叙叨叨说着 爸爸妈妈有多想我 有多迫不及待 想见到我 他们一定为我 准备了鲜花 蛋糕 大餐等迎接我 等车子停到别墅前 看到路边散落一地的鲜花花环 还有孤零零放在一边的蛋糕时 司机闭嘴了 敲开门 只有一个面无表情的保姆看着我 随即侧身让开 大小姐出了车祸 老爷留了话 二小姐回来先自便吧 司机替我放好行李 尴尬地看着我嘴唇如冻伴上 最终还是叹息一声走了 我的房间在二楼尽头 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味道 看得出是匆忙收拾好的 走出门 保姆端着一碗面放在小桌上 我抬眼看到 不远处长长的桌子上 摆满了山珍海味 静止走过去 还没等坐下 保姆伸手一拉 脸上浮现不满 这些都是给老爷夫人们准备的 我笑了起来 难道不是为了欢迎我而准备的 他语调生硬 即便如此 也该等他们回来再做决定 哪有主人还没上桌 客人就先开饭的道理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耸耸间 走到小桌前坐下开始吃面 虽然没有见到爸妈 但在这种时候 都能留在家里的保姆 一定是他们非常信任的 他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 就代表了他们对我的看法 即便满地都是散落的彩带 和未完的布置 也代表不了什么 我心中那似期待之情 慢慢地淡了 吃完饭 我自动自觉去洗了碗 保姆看到也没有任何动作 我问他 妹妹在哪个医院 方便去看看吗 保姆携我一眼 大小姐才不需要 你假模假样的关心 你还是省省吧 就算再怎么讨好老爷夫人 也绝对拗不过大小姐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金尊玉贵养大的焦小姐 又岂是你这种人能比的 懂了 我瞟一眼右上角隐秘的摄像头 回了自己房间 累了一天 刚好睡一觉 啊 等我被吵醒的时候 已经半夜了 保姆推门而入 啪一声打开灯 大小姐受了那么重的伤 你怎么好意思睡觉的 揉揉眼睛 我起身走出门 客厅里一堆人 围着坐在中间的少女 她腿上打着石膏 额头也有些轻肿 眼睛红红的 挽着母亲的胳膊 想必这就是那位假千金 我的好妹妹陆阿元了 听到声音 她抬起铜面上浮现色缩 冲我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姐姐 对不起 因为我的关系 耽误爸爸妈妈接你了 都是我不好 你要怪就怪我吧 陆以诚看我一眼一样怪气 人家吃得好睡得好 哪轮得到你操心 你还是心疼心疼自己吧 要不是担惊受怕 又怎么会神思恍惚 以至于被车撞 陆阿元娇羞地低下头 我见状笑了起来 我今天早上四点起床割猪草 六点已经干完活 给全家做早饭 吃了早饭 背着弟弟走了二里路上学 中午回家刚做完饭 就被你们接走 来到这个家里 受了保姆的气 还要受你们的气 既然这么不欢迎我 要不还是把我送回去吧 她的车祸不是我造成的 但我苦难的人生 却是她造成的 到头来没吃没喝一整天的 我却要给她道歉 是这个意思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干脆撸起袖子 露出青紫色的伤痕 这些可都是她的 好爸爸好妈妈打的 不干活要打 干活不麻利也要打 弟弟哭了要打 就连猪哼哼两声都要打我 请问 这一切我可以怪她吗 陆阿元惊呼一声 爬起来扑通 就跪在地上泪水连连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你打我骂我吧 我都不怪你 只求姐姐不要怪爸爸妈妈妈就好 我被她的操作吓得往后一退 妈妈和陆一诚赶忙上来扶她 圆圆 你这是做什么 腿上还有伤呢 赶紧起来 这又不是你的错 要怪也应该怪那个人 你也是受害者呀 妈妈看着我 终于说出了她见我的第一句抱怨 你一定要搅得家宅不宁 才肯罢休吗 一片慌乱中 爸爸终于开口 哪个保姆给你气瘦了 我一愣 他看着我重复 你说在家里受了保姆的气 谁敢给你气瘦 我指着那个摄像头 叔叔可以自己看 保姆下的脸色发白 其实今天留在家里的 就一个保姆 又何必惺惺作态呢 大概是我的不屑 表现得太明显 爸爸干咳一声起身道 你跟我进来 书房内 他缓和了神色 陈音片刻开口道 今天的是属实是个意外 原本我们所有人 都很欢迎你回家 你是我的亲女儿 但圆圆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在我们心里 你们两个是一样的 身世这件事 对圆圆打击很大 我希望你也能体谅她 这件事里 你们都是受害者 我不要求你一定要原谅她 只是希望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而针对她 以后该给你的东西 我一样都不会少 保姆的事 我也会给你一个交代 她掏出一张黑卡 放在桌子上 这是你的零花钱 她又从柜子底下 拿出一份合同 这是我对你今天 所受委屈的补偿 我接过来一看 是主公司3%的股份 不由有些惊讶 她难得的大方 你是我的女儿 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 如果以后做得好 还会有更多 她一有所指 我痛快签上自己的名字 谢谢爸爸 她一愣 眼睛不由有些红 深吸一口气 摆摆手 出去吧 3 出了书房 刚下楼梯 就看到了陆以诚 她神色淡淡 虽然你是我妹妹 但如果你敢伤害圆圆 我一样不会放过你 我停下脚步 看了她半赏伸出手 一百万 只要你给我一百万 我保证不会对她做什么 她眼神不屑 穷酸 乡里长大的 自然比不得陆绍才大气粗 我认真盯着她 一百万买个承诺 很华的来吧 明天打点你 很好 我第一次发现了陆家人的优点 那就是给钱很痛快 既然亲情抓不住 那么有钱也是可以的 哼着哥回到房间整理好床铺 每每一觉睡到天亮 梦中我好似又回到了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 宋家父母留着我 原本就是为了给儿子当童养习 自然不会对我有什么好脸色 我住在猪窝里 吃得剩菜剩饭还要不停干活 稍有不顺就会挨打 若非村里人口普查发现了我 只怕我的一生都是给他们当你做马 我还记得那位人口普查的年轻女性 声嘶力竭地指控他们虐待 反倒被宋春倒打一耙 指着鼻子怒骂的样子 后来他被王梅扯着头发摔倒在地 白净的脸庞上沾满灰尘和委屈 我静静站在一边偷看他 他对上我的眼神 只犹豫一瞬 又一咕噜爬起来扯着嗓子 让志书送我去上学 否则就取消评选优秀农村的称号 最终 我被吊起来打了三天 只剩一口气 还要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忘本 才被放下来送去学校 那沾了眼水的鞭子是真的很疼 我挣扎着从睡梦中醒来 颤抖着摸到床头的水杯 喝了一口才冷静下来 环顾着散发着霉味的房子 还好 我已经不再送家了 陆家很好 只要能让我上学就好 其余的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不必渴求陆家的东西 我只需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去获取自己的力量就好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什么都能忍 一夜没睡 早上起来难免有点没精神 妈妈难得关心 昨晚没睡好吗 不等我说话 陆爱媛暗用一声 妈妈慌忙回头 飞奔到她身边一脸急切 怎么了宝贝 哪里不舒服 烫到了吗 陆爱媛放下手中的布丁 不好意思笑笑 我就是刚才站起来 拿布丁的时候压到了伤口 所以叫了一声 没事的妈妈 她咬着嘴唇 白皙的脸上 有汗一点点渗出来 任谁都能看出她的勉强 妈妈不满 怨怨 你在妈妈面前 有什么好逞强的呢 她嘴唇孽如 半晌挖一声哭道 妈妈 我腿疼 一堆人又兵荒马乱 将她送到房间 想了想 我还是跟上去 她躺在床上 抱着打了石膏的腿 哭得梨花淡雨 妈妈 我太害怕了 我怕你觉得 我不懂事就不要我了 我想和姐姐好好相处 可我现在是个废人了 妈妈 我好害怕 我怕自己好不了了 怎么办呀 妈妈心疼地搂着她 不断安慰 一转眼看到 站在门口的我 她忽然有了想法 你不是想和姐姐 培养感情吗 那这段时间 让姐姐照顾你好不好 真的可以吗 母女俩期待的目光看过来 我微笑着掏出笔记本 好的 护工费一天二十万 只要钱到位 我叫她姐姐都行 四 两人听到我的话 都愣住了 随即妈妈皱起眉 只是让你照顾一下妹妹 也可以培养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居然还要钱 我已经说过一万遍了 陆夫人 我收起笑容 我没有妹妹 除非你承认 又生了一个流落在外的女儿 还有 对你们来说钱 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 钱确实最重要 我一天的早饭 是一碗凉水 中午去学校旁边的饭馆打工 会有一份素菜和一个馒头 每个月的工资是六百五十块 我不敢买衣服 不敢买鞋 因为我要全部攒下来交学费 甚至连卫生巾 我都是买散装的那种 五千金归来 4ft11毛钱一片 都要数着买 而我在过这样生活的时候 她在做什么呢 所有人都被我的话惊呆了 我看向乱员 也许是我的眼神太锐利 她不自在转开眼 嘴唇涅如说不出话来 妈妈捂着嘴 眼中流出泪来 天 怎么会 她们怎么敢这么对你 大概因为我不是 她们的亲生女儿吧 轻描淡写一句话 成了压垮妈妈的 最后一道防线 她冲过来抱着我 嚎啕大哭 温热的身体靠在我身上 闲湿的泪水落在肩头 要说没有一丝触动 肯定是假的 哭够了 她抹着眼泪 带着几分哀求 我知道你受苦了 但那也不是圆圆造成的呀 她也是无辜的 自从知道这件事后 她吃不下睡不着 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善良的孩子 你如果跟她相处时间长了 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我静静看着她的脸 其实我跟她长得 还是有些相似的 只不过她保养得很好 看起来和陆爱元 就像姐妹花 而我若非仗着年轻的稚嫩 那股苍老的疲惫 只怕早已吞噬了我 曾经最难的时候 我也会幻想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们不需要多有钱 不需要多么高的社会地位 他们只要爱我 心疼我就足够了 哪怕他们一无所有 只要真心疼爱我 我就能一无反顾 照顾他们一辈子 受了这么多年苦的人 是我 造成我这么多年痛苦的人 是她的父母 这些 不是她轻飘飘一句内疚 就可以遮掩过去的 你心疼女儿是你的事 与我无关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她 若是惹得我不高兴 我不介意直接披露过往的一切 我很想知道 金尊玉贵的陆家女儿 是个冒牌货这种新闻 对你们的生意有多大的影响 她毕竟流着那对夫妻的血 他们的品性 不用我说您该也知道吧 说到底 她是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尚且未知 陆夫人 我只觉得你可笑 身为母亲 弄丢自己的女儿还不思悔改 养着仇人的女儿当宝贝 反过来谴责自己的亲生孩子 不够宽容 真的 乐山大佛都没有你善良 你才应该坐在那位置上 受人顶礼膜拜 早知道我的亲生母亲 是你这么个货色 我宁愿自己烂死在那对夫妻手底下 也不愿意回来面对你 懂吗 说真的 情绪发泄出来的感觉 真他妈的好 我不顾陆夫人 煞白的脸色和摇摇欲坠的身体 转身推开陆一诚就走了出去 门外 爸爸眼神复杂 看着我叹息一声 学校办好了 明天你可以去上学 我会单独安排司机送你 放心 以后一切有我 你不会再受苦了 我冲他露出得体的微笑 这是我苦练许久的结果 谢谢爸爸 麻烦了 五 当晚 夫妻俩爆发了争吵 我坐在饭桌前安稳吃饭 陆一诚一反常态的安静 陆爱元则躲在房间不敢出来 那个 他们对你真的很差吗 你不会自己调查 我瞇他一眼 陆大少不是很有本事吗 我 我是你哥哥 陆一诚有些不自在 你能不能别叫我陆大少 抱歉 你是陆爱元的哥哥 不是我的 我这个人有洁癖 一向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 我慢条思理喝着汤 完全不管陆一诚是什么脸色 在这个家里 除了父亲外 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这是叶秋告诉我的 他就是当年那位下乡的工作人员 起初 我要被接回来的时候很高兴 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想给他们带点礼物 可我什么都没有 只能将自己的旧衣服脱出来 剪碎缝了几个布娃娃 我看过他们的照片 在网页上一家四口站在一起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天真幻想着自己 站在他们中间的样子 为了能够在回家前把礼物缝好 我熬有点灯 夜已即日 终于缝好那一天 我高兴地将属于叶秋的布娃娃拿出来 趁着上学偷偷送给他 他接过去的时候脸色很复杂 终于他开口对我说 南南 别对他们抱有太大的期待 他们未必会像你对他们那样对你 为什么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吗 父母不都是爱孩子的吗 我那时候很天真的问他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叶秋脸上的悲悯 他说 你的父母不光是你的父母 还是成功的商人 并且他们培养了那个女孩十几年 投入的时间精力成本 都远远超越所谓蒙面的你 就算知道血缘不可逆 在他们心中 也一定是偏向自己培养的公主的 在他们眼中 你虽然是亲生的 但不过就是在乡下养大的 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小孩 已经长大了 再接回到天鹅堆里 也变不成真正的天鹅 你没有价值 才是他们放弃你最核心的因素 那一天 我想了很多 我以为他们会爱我 像养父母爱弟弟那样 原来并不是 每个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养父母是因为弟弟是男孩 亲生父母是因为假千金有价值 或者说将来可以创造价值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不必要别人爱你 你自己爱自己就好 像对待商人 对待上司一样 对待你的父母 在你成年前 发挥出他们最大的价值 为你铺路 你要踩在他们的肩膀上 让他们看见 你不需要他们的爱来证明自己 你本来就是很好的小孩 失去你是他们的损失 六 早餐桌上 爸爸拿出一个户口本递给我 我给你改了名字 单独放了一个户口本 我想你应该不喜欢原来的名字 也不喜欢和这个家 在一个户口本上 我有些错愕结果 翻开 上面赫然是三个大字 陆金西 你是个坚韧的孩子 所以我擅自为你 取了这个名字 希望你喜欢 我久久凝视着这个名字 冷硬的心 在这一刻略有触动 在今天之前 我从未想过 自己会拥有一个新名字 以前的我在宋家的户口本上 叫宋贱人 我顶的这个名字 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努力压下眼眶的湿润 我照例点点头 谢谢 时候不早了 我安排了司机送你 你可以不和圆圆坐一个车 另外 在学校有人欺负你 或者瞧不起你 你大可自行处理 处理不了就给我打电话 一边说 一边不动声色 看了乱远一眼 他瞬间脸色煞白 捏着叉子的手不由收紧 脸上挤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爸爸 你放心吧 我会在学校好好照顾姐姐的 嗯 如果你们姐妹能够和睦 那当然好 陆夫人和陆以诚都没有在 我镇定自若 吃完早餐走出门 司机早已等候在门外 我不认识车标 但看陆爱园惊恐的神色 恐怕这个车有点来痛 校门口豪车很多 但我的车却长去直入 停在了教学楼门口 所有人都看着我 从车上下来 有人窃窃私语 好像是陆家老爷子的专车 车上是陆爱园 看着不像啊 这人谁啊 竟然能坐陆家老大的专车 看着年龄不大 难道是私生女 不可能吧 对私生女这么好 不怕陆夫人发疯 再说 真要是私生女 陆以诚不早就发疯了 对哦 陆以诚都没有什么表现 奇怪了 我下车的时候 陆爱园还没走到教学楼 陆以诚神色复杂走过来 低声道 昨天妈妈整整哭了一夜 哦 跟我有什么关系 陆以诚皱眉 她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怎么可以这么默不关心 妈妈其实很爱你 只是她不会表达 你也要给她一点时间才行 我漫不经心 陆大哨 说句实在话 我对你们一家都没有任何感情 正如你们一家对我一样 她偏心陆爱园 我没意见 但她不该因为偏心 想要控制我 她也有苦衷 如猪四宝地养了圆圆那么多年 接受你总要有个过程 她慢慢接受好了 反正跟我没关系 从她偏心陆爱园的那一刻起 她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 我说过 我永远不会原谅陆爱园 同理 我也不会原谅任何一个 站在她那边的人 从我回家开始 你们没有欢迎就算了 甚至没有对我的委屈 给出过公平 陆以诚 你们心自问 真的看不出陆爱园那些小心思吗 陆以诚沉默了 脸上浮现一抹难堪 她只是没有安全感 凭什么我要原谅 她没安全感的针对 凭什么我就要懂事 凭什么在送家 是我懂事 回了家还是我懂事 我有些愤怒 以至于声音有点大 周围人都看了过来 陆以诚咬着牙不说话 这时身后传来陆爱园 怯怯怯怯声声的声音 姐姐对不起 气 我转身 明明出门前 她穿的光鲜亮丽 可现在她一身旧衣 不知从哪翻出来的 上面还打着补丁 圆圆 你穿的什么东西 陆爱园怯怯怯的看我一眼 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我只是觉得 这样穿姐姐会高兴 哥哥 姐姐一直怪我享受了 本该属于她的幸福生活 那我从现在起弥补 也过姐姐以前的生活 她会不会去原谅我 我顿时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操作 陆以诚阴着脸 拉她去换衣服 回到教室的功夫 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身份 虽然碍于身份 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但也没有人来亲近我 毕竟我和陆爱园的差距太大 也没有什么价值显现 当晚回家 沙发上堆了一堆衣服和包包 妈妈坐在旁边 看到我眼前一亮 嘻嘻 这都是给你买的 你快来看看合不合适 喜不喜欢 陆爱园走在我身后 看到这一幕脚步一顿 脸上挤出一抹微笑 姐姐 妈妈都好久没给我买衣服了 她是真的很疼你 妈妈一听这话 连忙指着指另一段沙发 说什么呢 妈妈会把你忘了吗 那些都是你的 陆爱园欢呼一声扑过去 兴高采烈拿起衣服在身上笔画 妈妈也凑到身边给她搭配 我看了会他们的变装袖 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关门 拿书 戴耳机 一气呵成 之后的日子里 但凡妈妈对我表现出关心 陆爱园就一定要表现得楚楚可怜 好似被抛弃一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月考结束 我考了倒数第一 对这个成绩 我倒不是很意外 小镇教学和大城市的贵族学校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从第一天上课起 我就学得很吃力 不管我怎么努力依旧跟不上进度 爸爸妈妈脸色铁青 陆爱园挥舞着自己第一的成绩 居高临下关心我 姐姐 要不要帮你找个家教啊 你这个成绩好像太差了些 好啊 不用那么麻烦路易成皱着眉 我教你就行了 哥哥不是说很忙吗 连陪我逛街的时间都没有 怎么能有空给姐姐辅导功课呢 陆爱园瞪大眼 一脸不可思议 陪你逛街这么点事 能何给他补习笔吗 路易成随口一句话 陆爱园的脸瞬间苍白起来 泪水不要钱一样往下掉 我就知道哥哥偏心 亲生的妹妹果然不一样 如果我有亲哥哥的话 他一定会把陪我放在第一位的 我冷冷地看着他表演 慢悠悠开口 虽然你没有亲哥哥 但你有亲弟弟啊 我回来这么久 你有没有联系过那一家呢 爸 陆爱园僵住了 他当然不会联系宋家 对他来说宋家是耻辱 他恨不得宋家从来没存在过 好了 爸爸出生制止了吵闹 就让已成辅导吧 总不好让外人知道 陆家大小姐的成绩这么差 也不用学习多好 只要不丢人就行 将来毕业就送你们出国读艺术 至于那家人 以后不要再提起了 我从爸爸拒绝的态度中 秀出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之前不是说了要起诉他们吗 这么久没动静 为何又不让提起 回到房间 我拿出手机 打给以前要好的朋友 李和 别提了 你那爸妈在城里买了房 早早就搬走了 村子里都传遍了 两个女儿都是千金大小姐 豪门为了堵住她的嘴 给了好大一笔钱呢 原来如此 他们到底还是舍不得 去赌陆爱园的前程 说什么起诉 不过是糊弄我的借口而已 想到这儿 我拿起电话 你好 我想举报一起 17年前的拐卖案 陆以成教学很有耐心 他也确实是个好老师 如果没有陆爱园 时不时打扰的话 其实教学还是很愉快的 一眨眼 迎来了我的18岁生日 或者说是陆爱园的生日 一大早就开始忙忙碌碌 早已定制好的衣服送过来 妈妈才发现一件事 她没有定制我的 要不然 这件还是给姐姐穿吧 陆爱园故作大方 可任谁都看得出 她脸上的难过 这怎么行 这件衣服 可是妈妈三年前 就专门为你定制的 妈妈直接否决 然后不自然道 再去店里给西西看一件吧 今年疏忽了 明年再补上好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生日每年都会过 但每一年的生日 都是不一样的 姐姐 那明天让妈妈陪你去 挑一件衣服吧 陆爱园亲密挽住妈妈的手 好好给姐姐打扮一下 妈妈刮了下她的鼻子 圆圆真懂事 不如明天和我们一起去吧 也可以帮姐姐参谋参谋 我当然是愿意的 但是姐姐可能并不喜欢 看见我呢 妈妈期待的目光看过来 西西 明天我们一起可以吗 不用了 我淡然拒绝 我从来不过生日 就不打扰你们母女了 瞬间 两人的脸色都沉下来 陆爱园又委屈起来 不等他说什么 爸爸忽然大步走进来沉声道 西西 你为什么要报警 就 终于来了 爸爸不是说要起诉那一家人吗 我看这么久都没动静 所以想帮爸爸而已 爸爸忍着气 这些事不用你管 你只要不添乱就行了 我笑了 可是爸爸 你真的会起诉吗 不等他说话 陆爱园先尖叫起来了 姐姐 你为什么要那么恶毒 一定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才满意吗 他们毕竟抚养了你这么多年 如果把他们送进去 你又想过弟弟怎么办 无法遏制的火气瞬间蔓延上来 我已经尽可能忍耐了 但架不住他专门惹我 你这么舍不得 为什么不见你回去看望他们 那是你的父母 不是我的 我再说一遍 我无差别恨着你们家每一个人 懂吗 他们是他们 圆圆是圆圆 圆圆只是太善良了 他跟那家人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回去看他们 你不能把自己对他们的怨恨 怪在圆圆身上 又来了 又来了 每一次 当陆爱园受到一点点责难的时候 母亲就会率先冲出来 挡在他面前 无论他在我面前 说得多么冠冕堂皇 都改变不了他内心 宠爱录爱园的事实 总之 这件事我不会放手 你们最好别逼我 谈话不化而散 只是我没想到 自己的不退让 换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走向 某天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 所有人都用那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有好心同学 默默分享给我一个视频 打开 竟然是宋家夫妻的卖彩视频 他们声泪俱下 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养育了十几年的女儿 如今贤贫爱妇 为了掩盖过往 不惜扭曲事实 不仅指控虐待 还要指控他们拐卖 我们祖祖辈辈 都是老实芭蕉的农民 根本就没有什么坏心思 当初的事情不过是一场意外 可他现在 竟然要把我们全部送进去 我还有一个儿子 他那么小 如果没有我们可怎么活呀 17年 整整17年啊 我们对他 真的是尽心尽力抚养 可他就是愿我们 没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所以总是发脾气 在外面说我们的坏话 我默默看着他们的视频 心中冷笑 我万个不相信 这件事发酵的 比我想象中更厉害 还没放学 校门口已经堵满了媒体 不得已我只能从后门回家 回家后 爸爸阴着脸 这段时间就不要出去了 媒体那边我会应付 我问他 你不查吗 连我都能看出问题 我不信爸爸会看不出 他没有说话 我想就算是回答了 10 随着视频发酵的越发厉害 我的身份也被彻底扒出来 人们总是倾向于怜悯弱者 尤其是在另一方 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很多人冲到学校 要求开除我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眼见捂不住了 爸爸只好站出来 开新闻发布会 解释说那一家 是因为想多要钱等之类的话 对我的控诉 则没有一个字的辩解 若是究其原因 大概还是因为陆爱元吧 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这样的人 对他恐怕也会有影响 已经培养了这么多年 这时候要是坏了名声 可就不划算了 而我 目前还没什么价值 牺牲一下也不算什么 我一直都知道 在爸爸眼里 我和陆爱元 其实没什么不同 都是随便花点钱 就可以在将来 得到回报的物件罢了 所以他一直对我和颜悦色 摆出一副宽容敦厚 为我着想的慈父形象 与之相对的 则是妈妈 对我和陆爱元的区别对待 我相信这一切 都是他纵容的 甚至有可能是 他让妈妈这么做的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在我没有退路的情况下 只能拼命努力 拼命讨好 最终收获一个 对他全身心依赖 任由他摆布的乖女儿 集团公关 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架不住 宋家夫妇的贪心 也许是看到了 爸爸给钱的大方 他们反倒把所有事 都摆在明面上诉苦 说爸爸要用钱 买他们风口 但他们不是那种人 就是想要一个公道 也想要女儿回家 爸爸气得在家里 摔了一堆东西 陆爱元躲在房子 不敢出来 我看着他疑惑发问 他们怎么就这么赌定 爸爸你会为了陆爱元 继续给钱呢 一对大字都不识的 农村夫妇而已 怎么敢的 他沉默片刻 然后问我 你有证据反驳 他们的话吗 我坦然点头 当然有 他没说话 而是让我出去 我知道他需要时间决定 回到房间 叶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一切顺利 我笑笑 合上手机睡得好觉 一个月后 爸爸阴沉着脸 敲响我的房门 要我把证据拿出来 只因这一个月 公司股价一直在跌 爸爸并不是独生子 其他的书败们 眼见出事 全都落井下石 想要吞并这份蛋糕 爷爷打了几次电话 被逼无奈下 爸爸打算断尾求生 十一 我去了医院 用照相机 将自己身上所有的伤疤 一一拍出来 然后带着伤痕鉴定书 发布了一篇长长的解释 从记事起的吃不饱 挨打 到干活 被骂 不许上学 承诺抚养弟弟 一桩桩一件件 我都用最平稳的语气 将他们写出来 最后附上了最关键的录音 在叶秋说服他们 送我上学那晚 他们将我吊在房梁上打 要我承诺以后 都不能不管弟弟 这一部分 我录音了 这是叶秋教我的 他说宋氏夫妇 也能防止以后远走高飞了 他们倒打一耙 自己也不至于孤立无援 那个录音笔是他送我的 我藏在内衣岭上 完整而清晰地录下了 那三天里所有的恶行和言语 包括之后被认清后 他们在背后商议 要不然哪笔钱把我弄死算了 这样我不用回去 也威胁不到亲生女儿的地位 等以后亲生女儿成年了 也可以问他 要钱等商议的言语 他们害怕我成为千金大小姐之后 报复他们 所以宁可我直接死掉 那晚我翻窗出去 跑了十里路进城 全网哗然 以前有多么高的同情 现在就反噬得多严重 并且之前被爸爸 一直拦着的警方调查 也重新启动 这次没有爸爸阻拦 过程无比顺利不说 还多加一条虐待 两夫妻如愿以偿 戴上了银手铐 那个没人管的弟弟 这下真的没人管了 也算是让他梦想成真了 爸爸趁此机会 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顶着半白的头发 声泪俱下 诉说着 以前不知道我过得这么苦 自己退让 不过是不想让另一个女儿难过而已 商人有时候是最好的戏子 人很奇怪 你遮遮掩掩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猜测 等你把所有都摊开说了 反倒能得到好评 尤其是苦难 人们最喜欢对苦难散发同情心 不管是对是错 反正今天先赛博支持一下就行 这样能引起共鸣和夸赞就足够了 至于当事人的生活 那不重要的 由于陆爱元从未在网上发过声 审判后的网友又开始抨击他 毕竟他是假千金 占据了我的生活 没有对我道过歉 也没有在事情发生后帮我说过话 由此被判定天生坏种 无药可救 毕竟有那对夫妻基因的孩子 就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又能是什么好东西 还有人扒出陆以诚 曾经各种宠妹妹的瞬间 还有我回家后 他宠陆爱元的次数不减反增 文案也是阴阳怪气的内涵 我欺负他妹妹 曾经的回旋标终于扎在自己身上 陆以诚也被喷得不敢出门 两害相权娶其轻 在面对陆以诚受到伤害的时候 爸爸以雷霆手段发布公告 严明都是陆爱元心机深沉 在我回家后 因为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 所以各种做妖耍心机 导致无辜的哥哥被蒙蔽 所以才没有站在我这边 我坐在电脑前 认真看着公关文案 一桩桩一件件 确实都是曾经发生过的 原来陆爱元那点小心机 所有人都知道 只是大家都没有说出来 也都无所谓罢了 比起我 显然是之前的陆爱元更重要 12 陆以诚被强制送出了国 陆爱元则被关在家里 只等风波过去 学业结束后也出国 他每天在家哭闹不休 可这一次 没有人再理他 妈妈尝试着对我好 但我始终很冷淡 爸爸问我满意吗 我盯着他染白的头发笑笑 说了句谢谢爸爸 他很满意 又给我转了5%的股份 我看着一共持有的8%股份 也很满意 转头跟叶秋商量着 要怎么好好利用 他不知道 我在之前股价大跌的时候 买了很多股票 又在回生后迅速抛售套现 现在的我已经有了 另起炉灶的资格 但我不急 我要一点点来 大学时 我如愿以偿选择了商科 爸爸还想让我念艺术 对我赌了回去 我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公司只有哥哥 毕竟独木难枝 我也想帮助他 如果爸爸不信任我 我可以交还所有股份 大学4年 我除了读书 就在自家公司实习 然后毕业后 从家里搬了出去 拉着叶秋另起炉灶 一点点给爸爸使绊子 在这期间 陆爱元被随意嫁了出去 给爸爸的友商做老婆 除了年纪有点大之外 好似也没什么不好 每日像知金思雀一样 在家什么自由都没有 买一件衣服 都要打报告才行 他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自暴自弃跑出去 爬上了陆以诚的床 这事被曝光出来 引起轩然大波 爷爷出面 让陆爱元离了婚 然后跟陆以诚 一起待在国外 永远不许再回来 当然 也断了他的经济 也不知贫贱夫妻 需要多久才能撕破脸 妈妈得知此事后 昏倒了 醒来就有点疯疯癫癫 老说自己丢了个孩子 很乖的女儿 爸爸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 我和叶秋一点点 蚕食着他的生意 当爸爸的公司被我收购 在爷爷做主下 他只能被迫交出掌权 回家养老的时候 他看着我问 你一直在恨我 我笑笑 没有 您真的想多了 我又不在乎您 恨什么呢 后来 我正式走进路架 坐在了和书白们 一样的桌子上 他们都说我 后生可畏 工酬交错间 我对叶秋说 这是下一个开始了